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較常見的所謂的錄影的軟體 那有付費的當然也有免費的 你可以看到其實付費比較有名的就是我們這個 Pandasia Studio 這一套也是很有名的 另外像Adobe有一套叫Captive 那Pandasia Studio這個就是比較屬於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全動式的 就是全部以錄影的方式執行的 那麼Adobe的Captive它就屬於我們剛剛提到的 影像式的跟什麼影像的全動混合的 它就比較屬於這一種 不過呢Adobe的是跟上面 上面這套還算不算太貴 我記得大概有1000塊 就是1萬塊上下 可是Adobe的就會很多 Adobe就會很多 所以現在其實學校用Adobe的這一套的相對比較少 反而是這個Pandasia Studio用的蠻多的 還有一個我想我們學校應該也會有的是那個PowerCamp 後來改成叫AngleCamp 有沒有同學你跟方老師在處理的時候 有的老師是用這個 有嗎 都沒有 可能應該會有 因為這個是國內的 那它也做得非常不錯 它的缺點其實它也有免費的 我們有放在那個軟體區裡面 軟體區裡面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說 你一定要上傳到它的平台 就是那些功能才會比較完整 還有去除補塞力 就試用幾道之後 那就是就看 如果學校有用他們的數位學平台 或者是用它也有機關免費的 500MB空間的 那也可以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就是國內目前比較常見的是這兩國 因為EveryPand在國內的試占率 就是大專業校的試占率 大概有八、九成 就那麼多學校都有買 也許很多學校會買 好幾種不一樣 但是他們就是 試占率是相對比較高的 那另外BSR這個也蠻多的 在國外也蠻多的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是以免費為主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免費的部分 在這邊 好 這裡 免費的像我們的 最簡單的應該是 Active Relent 那最近 剛好 有大陸的人 有把它翻成 繁體中文 其實他早期是有繁體中文的介面 可是後來大概他沒什麼買 哈哈 沒什麼 就是花錢買 所以就 後來又 繁體中文又不見了 然後最近剛好 大陸的人又有幫他做翻譯 所以我就拿那個版本 所以大陸各位看到的呢 會是中文版 那他呢 在非商業信的部分呢 非商業信使用的部分 影片剪接的部分 是完全免費的 完全免費 而且他有個好處 他的操作界面 就跟各位平常這樣討論一般 所以要剪接 要加一些素材內容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很簡單 所以讓你會發現 這個學期期限不會太難 不會太難 這個是有剪接的 那我平常最常用的 其實是第二套 就是Debug Video Camera 就是像各位剛剛看到的 它自己裝的就是 這一套 其實他們公司 這家公司 我記得沒錯 還是澳洲的 那 它除了錄影以外 它還有剪接軟體 是另外的 我就沒有另外再買 所以 以這套來講 它主要就是做錄影為主 錄影為主 那非商業信使用 我們就在焦絕上 都是完全免費 所以你比較不用有太過擔心 那我剛剛有提到 它最新版3.0之後的話 3.01之後 就是 時間到了 試用期時間到了 下面還是會有一個浮水印 但是不大 就是影響的那個範圍 不會太大 那如果你不想要有這個浮水印 就可以考慮回到2.7版 2.7版 那這個軟體貴不貴 不貴 一千多塊 就一千多塊而已 所以 我之前有買過 它的那個 正式版 不過它的那個 版 版權的那個 設定是比較奇怪一點 一般我們可能都是 1.0 2.0 3.0 那也許 就差一個版本的話 也許你要升級或付費 它不是 它是更新兩次 就算沒有 比如說可能是 1. 我之前買了那1.2級 然後後來更新到1.4級 哇 因為已經更新兩次了 我的版權就失效了 就是除非你不升級 你要升級 那就是同樣需要不能用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奇 就是覺得 不是跟我們一般的那個一樣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參考 另外呢 早期我有用這個 叫Web Yes 就是你上面看到這個 其實這個路下也很小 可是它並不是一個單獨 販賣的軟體 它是一個就是 視訊會議裡面的一個工具 那所以說 我後來就沒有用它 它其實也是很不錯 只是 後來就用我們這個方式 直接路下 那另外其他這兩套 都是屬於比較open source 那麼 我們在看這裡的時候呢 你先看一下 它呢 有一些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限制的部分 如果是 edip print的話 如果是輸出的 是屬於它商業性 版本的功能 就是會 一樣會有一個logo出現 但是 如果你做影片剪接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呢 我們D5P的特區 就是 它主要能夠錄的就是 API啊 WMF ASF 不過 重點不在於這些檔案可視 而在什麼 而在它用的邊 因為它用的是H.264 所以 錄下來檔案是很小 檔案很小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另外呢 就是 不能 不能使用浮水印啊 然後有什麼 不能使用排層 這個我想應該都還好 我給各位看一下 到底錄下來多小 來 你看我們剛剛錄的 來 這一段 我剛剛錄了多久 錄了13分鐘對不對 檔案多大 這樣你覺得 要帶回家 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隨身檔就比較容易帶 一般來講 我大概延期的話 假設三個小時 我們通常 這樣錄下來 大概是200Mb 點多300Mb 所以 保留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而且 上碗就好啦 你看這一段 六分鐘 是不是21Mb 有沒有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真的 檔案蠻小的 檔案蠻小的 那前面這個 這個 1.82測試的 這10分鐘 36Mb 所以 當然 跟螢幕解析度也沒有關係 螢幕解析度越大 錄下來 檔案長度比較大 都比較大一點 不過 至少都還在可吸收範圍 可吸收範圍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說 我們比較常見的這些 這些內容 Naruto 我會再教育 我們不要緊